哈囉哈囉我是慕妮 今天呢是我們天天玩樂園的更新啦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我們在上一次的更新有跟各位講說 市中心在4月20號要開放一個遊戲廳喔 那怎麼走呢 你就從市中心 然後往這邊走就可以了 在我們的禮物台裡右邊 好遊戲廳今天終於開放了 我們這一集呢 就來一探究竟 你看看這個遊戲廳到底是怎麼樣喔 那我們就從這邊進去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進來之後就會長這樣啦 有沒有很像湯姆熊 你們有去過嗎 他一開始這裡還有兩把這個槍喔 那旁邊好像是可以跳上去的喔 也可以跳上去也可以跳上去 有沒有有沒有 只是好像沒有其他的效果啦 那我們就開始看吧 來來來我們就先從左邊開始看 欸等一下等一下看卡住 來從左邊開始看 左邊開始看一開始有這個販賣機嘛 然後一個椅子 旁邊還有這種扭蛋機啦 不過他都沒有效果 有點可惜 這椅子可以做 但很神奇的是 剛剛那個販賣機居然不能點欸 天啊居然不能喝嗎 不能用嗎 我要投飲料我要投飲料 趕快趕快 趕快給我掉飲料下來 呵 喔那我們再看一下這旁邊吧 還有這種小型的娃娃機啦 那這些都不能互動 真的是很可惜 就是一個家具的感覺 那這邊還有這個對壁機喔 喔那他好像是 點一下然後他錢會一直這樣噴出來 有沒有看這個錢錢 好多錢好多錢 一直在噴一直在噴 超多錢錢的 呵 可以換這個代幣去玩這個娃娃機 不過這些娃娃機都不能動 所以有點可惜 有沒有看 像這個娃娃機是比較大型一點的 他擺了這個四台 旁邊也有這個對壁機啦 這個小型娃娃機 那這邊還有這種 旋轉的那種 也算是 娃娃機的啦 也是在抓的 也是擺了三台這樣 好那我們就繼續看吧 那這裡一樣又 把扭蛋啊 然後沙發繼續擺 好這個撞球桌 出現了 好啦靠近他會這樣彈一下 欸怎麼都丟不到中間 怎麼都是白球進洞呢 怎麼會這樣呢 那我們看這一桌 都是白球進洞嗎 中間 這幾顆球永遠都撞不到 非常的神奇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吧 這個是飛鏢機啊 那飛鏢機這邊可以互動喔 你就只要點一下 有沒有 木銀的手上 欸 就有一個飛鏢了 那飛鏢怎麼玩勒 當然是要往飛鏢機丟啦 你就按一下這邊就可以了 欸 啊前面有人 我們太矮了你知道嗎 丟不到 我們都丟到這邊而已 唉唷 快要丟到了快要丟到了 來 快快快 欸怎麼有人在上面 你要當靶是不是 哈哈 他怎麼在上面啊 我感覺我們這個身高 應該是不行的喔 我們這身高應該是不行的 都會丟到這底下 所以各位呢 應該是要把這個身高 把它拉高 我相信你應該是可以命中靶心啊 欸欸 走那麼便 來 欸 啊丟到人了丟到人了 欸欸欸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欸 這丟不到是怎樣 越丟越偏 好啦 各位你們可以去 欸我丟到這邊了 終於丟到一個了 反正這個身高會決定啦 那這個飛鏢飛上去 會有一點點的時間 它就會消失了 你們可以去玩 然後可以一直丟 還蠻好玩的啦 可以丟這個把 你們看看有沒有辦法丟到這個紅心 你們看一個木泥槳 好 那我們換回剛剛的寶寶身形吧 那寶寶身形之後就來這邊看一下 一樣也是這飛鏢機 都是可以玩 一樣又沙發了 那再擺了一點點的撞球桌 接著我們就來到後面的酒吧的部分了 那酒吧這邊也是完全沒辦法互動 就是擺在這邊這樣 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也不能做飲料 很可惜 他旁邊還有掛這個帽子 用仙人掌掛帽子 但是他這個外觀的話 其實算是蠻帥的啦 然後上面呢 他是有這個排行榜 就是慕妮之前有跟大家講的 這個遊戲廳他會有排行榜 不過呢 這個排行榜他跟慕妮所想的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呢 他的排行是只是計算說 現在在這個遊戲廳裡面的人 最厲害的分數是哪個這樣 要是他離開了遊戲廳 這個分數就直接歸零 所以你刷的紀錄 你走掉就沒了 非常可惜喔 所以你們每次來看到的這個排行榜 這個前幾名啊 應該是都會更換的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要繼續看右半部吧 右半部的話就是放了這種很像 很像無限之塔是不是 然後他這邊一樣是有這種很像遊戲機 可是呢 完全不能互動 超級可惜的 他這邊好像是在爬樓梯的感覺啦 左右爬樓梯 那我覺得他這個放出來就只是家具 很可惜耶 完全不能玩 那這邊的話 放了我們碰碰熱源大亂鬥 這個槍槍 可以在這邊 感覺在玩的感覺 可是呢 他一樣不能互動 很可惜齁 你看這邊放了兩大台 就完全不能玩 超可惜的 那這邊的話是推來推去的這個 也是不能互動的 就懸空 然後有人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推的感覺 非常的詭異 很可惜耶 這邊不能玩 不然慕妮自己本身還是蠻喜歡玩這個遊戲的 這不知道叫什麼推什麼東西的是不是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這邊吧 這邊還有一個叫做 敲敲打打的嘛 就是敲打的 看誰可以反應最快 那個在我們小遊戲裡面有這一關 那慕妮也是蠻喜歡這一關的 可是在這邊呢 沒辦法玩 如果呢 我們之後可以在這邊 直接來玩這個決鬥的感覺 其實也是非常的不錯 那還蠻期待的 你看這上面呢 其實都可以跳上來 你們可以來這邊 跳來跳去 看看可不可以跳到這個 河豚上面是嗎 還有這個槍槍 那旁邊一樣就有這種對比機啊 扭蛋機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到類似一個賽車區吧 那賽車區的話 坐上去也是沒有任何的效果 很可惜 前面螢幕就是這樣而已 亮一下下就沒了 那這邊的話還有我們的 另外一種的小賽車啦 剛剛那有點像大賽車 因為它是三個螢幕的 那這邊只有單螢幕的賽車 所以這邊的賽車感覺應該是比較不真實啊 呵呵 這就是我們之前的家具吧 我記得好像有看過類似的 那旁邊一樣又是這個販賣機啊 然後呢 終於又有一個可以互動啦 就是 這個拳擊機 啊拳擊機的話呢 你只要靠近它點一下 就會這樣 啊~~ 沒訂閱就把你蹦 啊 慕尼打了47分 那你們可以來玩玩看看 看看自己打幾分 再告訴慕尼 我們再換一台機器 啊~~ 蹦~~ 105 怎麼那麼低 你們有向我那麼低分了嗎 誰一直在射我 他射到我頭上了 我的頭是不是 我的頭是不是一直中飛鏢 怎麼有人在射我啦 這邊就是我們 基本上就是環景的部分 這整個繞一圈 有一些遊戲機 那種互動的就是飛鏢機 跟這個拳擊機而已 非常的可惜 那中間的部分呢就是大量的這種排行板 那有分啦 那之前呢我不是跟大家講說可能會新增幾款嗎 那像是新增的這個 叫做PenPen 它應該是一個飛碟的遊戲啦 可是呢它還沒開放 很神奇吧 正在準備有趣的遊戲 所以呢這一間我們的遊戲廳 居然是還沒有完工啦 有些東西都不能玩 甚至是只是把一些家具進來而已 有點像造型的感覺 非常的可惜喔 那在期待之後有沒有這個PenPen的遊戲機 可以在家裡玩啦 那我覺得這個排行板真的是蠻可惜啦 就是說 假設你一走掉的話 這個排行板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 就算你刷了一個很辛苦的排行板 你一走掉就沒了 那等於沒有刷嘛 非常的可惜喔 那看看官方之後會不會有做一點改變啦 那這一集呢 就是我們的版本更新啦 就是介紹這個遊戲廳喔 你們可以來這邊看看 其實如果把它當成是一個遊戲廳的家具 來看的話應該會是還OK的 不過如果你是很期待這邊有很多好玩的東西的話 那你可能會跟慕妮一樣 非常的覺得 啊怎麼沒有這些東西呢 會覺得蠻可惜的啦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慕妮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